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s学院 上解课我们已经学到了 我们PLP的支持的数据类型 简单的带着大家看了一下 我们八种主要数据类型 接着还有一块没有讲完 就是我们这个字符串类型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字符串 一定要写在它的定届符里 接着看到字符串常用的定届符 这四种 那接着先拿看前两个为例 单引号,双引号 那单引号,双引号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 来一个string 我在这儿呢先定义一个这样的变量 username 等king 接着echo一下到了username 当然没问题 接着你也可以把它放到引号之间 来看一下echo一个 双引号的dollarsusername 再来放到单引号里 再看一下dollarsusername 来运行一下 首先第一个 把这个变量的值直接输出出来了 那第二个 你把它放到双引号里边之后 你也看到了这个变量的值 那证明双引号解析我们的变量 那第三个你看到 把变量放到单引号中之后 它是原样输出的 那接着需要注意 这是双引号和单引号的第一个区别 双引号和单引号的区别 双引号解析变量 而单引号是不解析变量的 单引号不解析 第一个区别就有了 那接着正因为有了这个区别之后 那首先呢 我们PLP引擎 在碰到PLP代码的时候 那一看到是双引号的话 它应该看一下里面是否有变量 如果有变量的话 它会把这个相应的值拿出来 解析出来 而碰到单引号的时候 它直接当做一个普通字符串来处理 所以说第二点区别也来了 那你说谁的速度要快一点 对单引号的执行效率快 双引号 满 这是第二个区别 那接着再往下 再来看 我再定义这样一个字符串 定义个什么字符串呢 来看一下 首先我想写上一个 A大于B C小于D Town King And Queen 接着再往下 再写上一个 黑塞 I'm fine 这想当做的内容 那你看平时你定义一个字符串 内容是King没问题 那现在我的内容是这一堆 怎么办 那首先我们先来写上一个字符串 Stream 你选择一个定习符 你说我用 单引号 可以 内容写一个X 对吧 如果你什么也不写的话 是一个空字符串 接着我可以写一个内容X 你能写一个内容X 我就能把X换成这一堆 你说这是我的内容 好 当你换完之后 你认为这外层的是我的定习符 而里边的是我的内容 但程序呢 不这样认为 你发现你的内容中 是不是有单引号了 对 他认为这是一堆 而这一块 Home这一块 都没有内容了 对吧 没有放到你的定届符里 这时候 你输出一下这个字符串 这是一个错的 回报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来着 对 解析错误中的语法错误 没有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单引号不行 是不是试下双引号呀 再来试验一下 Stream等一个双引号一对 把刚才这个内容 Copy过来 同样的 你看到内容中 也出现了双引号 和我们外层的定届符 冲突了 他认为这是一对 而这是一对 接着这一块 什么也没有 对吧 应该把它放到我们的定届符里 这又是错的 你echo这个Stream 同样会看到我们的语法错误 错了 那现在怎么办 对 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到转一符 当我们的内容中 出现了 和我们这个外层定届符 相冲突的时候 这时候 我们就要用转一符 首先来看一下 常用的转一符 第一个 反习线单引号 代表单引号本身 代表单引号本身 反习线双引号 代表双引号本身 都是通过反习线 来显示的 双引号本身 接着还有一个 反习线 反习线 代表反习线本身 再往下 反习线 Dollars 代表Dollars本身 还有哪些常用的呢 像我们的反习杠 N代表的是 换航 反习杠 R代表的是 回车 接着还有这个 反习杠 T代表水平 支标符 反习杠 V 垂直 支标符 再往下 还有什么呀 还有一个 像反习杠 F 走直 或者换印 都行 但常用的基础 就前面这几个 前五个 前六个比较常用 有了我们的转移符之后 再回过头来看 当我们的内容中 出现了和定届符 相冲突的时候 这时候就可以用到转移符 当内容 和定届符 冲突的时候 用这个转移符 就可以解决 写上一个Dollars String 你先选择一个单引号 当作的定届符 没问题 接着你来写 A大于B 斗号 C小于D King And Queen 接着 He Side 首先一对双引号 那双引号和我们的定届符 冲突吗 对 不冲突 那这时候 原样写 写在这就可以 那接着再写一个 I 单引号 M 反 那这时候 这个单引号 是不是冲突了 想用这个单引号 应该把它转移掉 Echo一下 Dollars String 那这样写完之后 先来看一下 对不对呢 我们来看 哎 貌似没报错 应该是对了 但是我们写了这么多内容 但只看到这一块 貌似不对吧 我们想看一下 可以查看一下 它的原代码 真正的那个内容是有了 但是你看到 在内容中 出现了这些特殊字 字符的时候 你看到 A大于B C小一号 它认为是 HTML标记的开始 后面都当做了 我的标记名称了 对 我们在讲HTML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知道 当出现这种 特殊标记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它变成什么 对 HTML的实体 当我们的页面中 要出现这种 像大一号 小一号 单一号 双一号 包括 这个不间断的空格的时候 都要把它们 转换成HTML实体 那接着 我们应该把它变一下 正确的写法 应该这么来写 定一个字符处 DollarStream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 A大于号 AND的符号 GT分号 B 斗号 C 小一号 用AND的符号 LT 分号 小一D King AND Join AND的符号 用AND AMP来代替 QEN 接着 HAY SIDE 这时候双一号呢 我们用AND符号 QUOT AND符号 QUOT 里边来写上一个 I 单一号用 AND符号 紧号39 I M FUN 这才叫对的 ECHO一下 DollarStream 你看到结果也是你想要的 A大于B C小一D King AND Join AND Q HAY SIDE I'm FUN 没问题 那现在你能这么写 我就能把它干嘛呀 放到我们的P标记中 或者H1标记中 作为一个标题 同样是这个内容 我们再换一下Stream 等一个H1的 写线H1 把刚才写的这个内容 我们拷贝过来就可以 接着其他的也没有变化 就是带有一个H1效果的内容了 你再看 出现了 那现在默认的是左对齐的 我想让它居中对齐 这时候我们需要给H1 是不是给它加一个属性 Align属性 记住Align属性之后 这个单引号 或者说你用双引号 这里边出现双引号 你看到 这是在原代码中出现的 这时候如果你选择用双引号的话 和我们的外层定界幅冲突了 这时候你就需要用转一幅 把它转移掉 写上一个 Center 你就不能用HTML实体了 对吧 当出现在原代码中的时候 这个引号 单引号 或者双引号 要用的就是本身 本身 这时候如果冲突的话 需要用转一幅来替代 而我们的单引号 而我们要显示在页面上的时候 就需要把它转换成HTML的实体了 那这时候你再看 居中也没有问题 也没有问题 那接着再往下栏 我们再来做个测试 这次简单写就可以 再定一个SafeTron 写成一个A B C D E F 接着我们写成一个 反习-N 反习-R 反习-T 反习线 反习线 接着反习线 双引号 接着单引号 这时候不用转一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单引号就可以 那现在单引号不要 Echo一下DollarString 你看到我们外层的定件符 是双引号 接着里边写了一些转一符 看看双引号解不解析转一符 再来一个反习-Dollars 来 刷新 可以看到 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吧 但是看到一个反习线 还有一个Dollars 这是正确的 接着查看一下它的原代码 首先在这来看 我们写了这个A 再往下的时候写成一个B A和B之间 拟来了一个反习-N 反习-N 在原代码中的作用 代表新行 New La 你看到 B和A之间 是在下一行显示的 接着B和C之间 有一个反习-R 同样的 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回车 软回车的一个效果 它也在下一行里来显示的 接着你又写了一个反习-T 代表水平质表符 其实就是一个tape键的大小 一个缩计 你看到 反习-T 也解析了 那在原代码 在页面中 你看到显示的时候 都只是显示了一个 空格的位置 不论你在原代码中 回多少个车 我在页面中 只会显示一个空格 这样的形式 如果你想出现多个空格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 我们的这个不间断的空格 这样一个html实体 没问题 那双眼号会解析 所有的转移符 解析所有转移符 而单眼号你再来看 它只能解析两个 这也是双眼号和单眼号 第二个区别 dollar string 等于一个单眼号 ABCDEF 你随便写上一个 反习-N 反习-R 反习-T 反习-V 反习-Dollars 接着再来写上一个 反习线 再来一个反习线 记住 它只能解析 反习线单眼号 和反习线 反习线 这两个转移符 刷新 其他的你会看到 原样的在这输出 而你的单眼号 包括这个反习线 它是帮你转移掉的 它只解析这两个转移符 只解析 两个转移符 就是反习线 反习线和反习线单眼号 这也是他们第二个区别 在这来写 双眼号 解析所有的转移符 而单眼号 只解析两个 只解析 反习线单眼号 和反习线反习线 这两个转移符 这是双眼号和单眼号的第二个区别 再往下来看 双眼号单眼号 搞明白了 没问题 我再定一个字符串 写成一个 $String 等于一个King 选择了用我们的单眼号 当做定移符 没问题 那接着呢 我现在这样来写 echo一下 $String 接着在里边呢 你再来写一个单眼号 同学们想一想 那这个结果 那是解析还是不解析 首先记住了 外层的这叫做定阶符 那现在 外层定阶符是不是双眼号 这叫做解析 会看到什么呀 一个单眼号 看到一个单眼号 一个King 一个单眼号 会把这个变量的值拿出来 而你要换一下 那就不解析了 echo一个 双 单眼号一对 双眼号 String 这时候你再看 会原样输出 这个变量 不解析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再来看 我现在想在页面中 显示这个效果 显示什么呢 King 后面拼上一个S 那现在你再来写 你说我这么写 echo一个$String 这没问题 你说在下一行 再echo一个自负刀的S 当然这样写 肯定是可以的 对吧 那第二种 你也可以一行来写 一次输出多个自负刀 $String 逗号 S 这也是对的 你看到 这也可以 那接着 我说我把它放到 这个眼号之间来写 我想echo一个 $String 后面根上一个自负S 就可以了 对吧 你认为这是一个变量 接着King放到这 再拼上一个S 但是程序不这样认为 你来看 首先看到 这个线以下 什么内容也没有 其实在这已经爆黄线了 应该是一个未定义的变量 未生命的变量 对吧 首先在这块需要清楚一点 PeerP引擎 在解析变量的时候 它会尽可能多的 向后去取一些合法字符 那现在发现这个S 算是合法字符吗 对 算 所以说 它会把它认为是一个变量整体 把这个原理写到这 PeerP引擎 在解析变量的时候 会尽可能多的 向后去取 合法字符 认为取的合法字符越多 变量的含义明确 这时候 这是它的原理 那现在想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对 把它用花广号扩起来 这也是花广号的作用 来 在这来写 也是我们在sift串中遇到的 花广号的作用 花广号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 把变量当作一个整体 将变量 扩成一个整体 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 可以这样来写 花广号 Dollars1 或者 这样来写 Dollars花广号 变量名称 这样来写 哇 两种 是一样的效果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有了这个花广号之后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接着你再来刷新 出现的就是我想要的 Kings 对吧 这是第一种 或者你也可以这么写 Echo一个 Dollars String S 这也是一个整体 刷新 还是Kings 但是这个花广号之间 和变量这个名称 之间不要有空格 接着你来写上一个 DollarsString 去选择这种形式 接着你说在这块空一下 来刷新 你看到 只出现了一个 再加个S 空右边 是可以的 但是即使空右边 可以 咱们也不要加 你再把左边 空出来 你看到 你想要的效果 就不一样了 这时候 它就不当做 一个整体了 对吧 它当做两个 普通的字符了 把它原样 显示出来了 所以说 在变量名称 和花广号之间 不要有空格 名称和花广号 之间 不要有空格 这一点 需要注意 这是花广号的第一个作用 将变量扩成整体 那第二个花广号的作用 也可以 通过这个花广号 对我们字符串中的指定字符 做增删改查 第二个作用 通过花广号 将对字符串中的指定字符 做增删改查 好 我们一起简单 看个例子就可以 首先定一个字符串 到了String 等于一个ABCDEF 现在我想拿出 字符串中的第一个字符 A 那记住 字符串的下标 从0开始 我们想取出第一个 就需要通过花广号的形式 String 花广号写成一个0 代表取出了这个字符A 这代表查找指定字符 你会看到一个A 同样的 你想查找F呢 0 1 2 3 4 5 echo一下 到了String里边的 花广号 5 再来看 F取出来了 这是查找 查找指定字符 那你可以查找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来更新 更新指定字符 同样的 你想更新哪个 先把它找到 先把它找到 接着再对它重新复制 到了String 你说我想把A 换成一个K 首先先找到A的位置 再把它替换成一个指定的字符 在这里需要注意 替换的时候 只能用一个字符来替换 只能替换成一个字符 但是不能替换成中文 但是不能替换成中文 因为中文我们说过了 在UTF 8下 一个中文 三个字符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往下 你来输出一下 按Echo一下 DollarString 看一看是否替换成功了 原先是ABCDEF 那现在呢 应该是KBCDEF 来加一个水平分割线 刷新 KBCDEF 没问题 证明已经替换成功了 那接着你在这后面 再写成一个King 它也只会取出 这个字符串中的第一个来替换 你看到 只取了第一个 这一点需要注意 能替换 我们还能干嘛呢 还能添加 现在你发现 下标重复的时候 相当于对它重新复制 那如果下标不存在的时候 就相当于添加了 1 最后这个是5 那接着再写一个DollarString 花广号 写成一个6 有6对应的内容吗 没有 那你说我给它一个Q 这时候就相当于 在6的这个位置上 添加了一个字母 Q 你在IQ这个String 你会看到 下面的值 Q就进去了 你看到Q被添加到最后了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你说 本来想添加到6的位置上 我添加一个7 那你看到 0 1 2 3 4 5 接着6 空了一下 7 添加了一个Q 那这时候 F和Q之间 是不是有空了 那有空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应该显示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空格 这样的形式 那你说能写7 我写70 那F和Q之间 是不是空了很多空格 但在页面显示效果来看 它只会空这一个 那你看一下原代码呢 你看到 F和Q之间 会空好多个空格 这样的形式 这一点 也需要注意 这是来更新 不 这是来添加 那最后呢 还差一个 删除 那删除呢 其实也比较容易 你看到 我想把第一个字符删掉 那我只用通过 $String 花火号里边的0 找到它之后呢 把它替换成一个空 之后你再来输出的时候 你会看到 刚才还是K打头了 你看到K打头 这时候再输出的时候 应该就没有这个K了 只是用一个空字符串 来替换了 显示不出来了 但是这个位置是真实存在的 它的长度也在那 这一点需要注意 需要注意 这是来删除指定的字符 好 那看到通过花火号呢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完成 对字符串中指定字符的一个增删改叉 同样的你可以用花火号 在这给大家提一点 用方火号也可以 按照数组的形式来取 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学到数组 简单的先带你来试验一下就行 既然提到了 咱们就说一下 取出第一个 Echo $String里边的花火号 方火号0 同样的你也能取出这个A来 你看到A也取出来了 下标也是从0开始 这一点需要注意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就学习了 我们这个ZipTrader中的最后这一点内容 还剩下这两个 一个是Here DOC 一个是Not DOC 当想输入大量的文本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到这两个 那下节课呢 来看一下Here DOC和Not DOC 我们如何来使用 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样 Dus 按订阅